大家好 今天我们用韭菜和豆腐来做好吃的 首先把韭菜放一旁备用 再把豆腐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厚片 然后两片叠在一起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方块 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锅中水烧开 加一勺盐 倒入豆腐焯水两分钟 去除豆腥味 再把它捞出来 控干水分 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韭菜 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适量的小米椒切段 准备适量的大蒜切成蒜末 装入碗中备用 我们再来调一个料汁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小勺盐 一勺白糖提鲜 适量的胡椒粉 再加入清水 搅拌均匀 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两颗鸡蛋 打到碗中 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再把鸡蛋液倒入豆腐里 然后端起来晃动一下 让每块豆腐都裹上蛋液 热锅放油 油热之后倒入豆腐 先不要翻动 让它静止两分钟 两分钟后我们给它翻个面 中火煎至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翻炒两分钟 先把它盛出来 装入碗中备用 再把蒜末和小米椒倒入锅中翻炒 炒出香味 炒至蒜末微微发黄 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把煎好的豆腐也加进来 小火煮两分钟 煮至豆腐入味 再翻炒均匀 收一下汤汁 汤汁收得差不多了 再把韭菜加进来 翻炒一分钟 炒出香味 像这样就可以了 哇,好香啊 浓浓的韭菜豆腐香 豆腐和韭菜这样做 好吃又好看 浓浓的韭菜香味 豆腐经过煎制 外皮有一点焦香 里面吃起来还是嫩嫩的 有一点微辣 非常的开胃下饭 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十几分钟就搞定 如果你喜欢也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